哈喽 大家好 欢迎朋友们来到红桌哥 又期节奏直播现场 我们现在正在给大家带来的是非常精彩的拳皇 两位知名玩家 左边是武汉成龙 右边是广州小孩 这场比赛小孩用三问 成龙用主力 打一个抢7的规则 赢300输100 今天晚上他们两个人要打7个项目 从97开始达到拳皇02 抢7局 大家觉得小孩用三问对战成龙主力 比分会带多少 丑龙手巴是选择了卡苏米 腾堂相承 小孩的手巴是威普 提鞭小姐姐 九九的原创的角色 威普 威普直立过来就是鞭子的意思 是吧 好像是这个意思 我记得 来 看看这场对局 你觉得 这一避心领 连安娜是成龙的中间 手里是延伸一遍 要解决威普 把小蛋来啊 然后我们再偷袭一下 这里被小孩下低竿发确认 这一遍 这一遍 提鞭小孩 啪啪啪 打得龙哥好难受 哥现在叫出援助 掩护自己 成绩这个援助 跳出了方向啊 又随着啪啪啪 龙哥要丢了 连安威普已经去了 威普的跳飞很逆向 判定很强的 这一遍 才会被帮助 相当于急事 不 还在吗 这下就 看你们的面前 这里不会1-3吧 好了,橙龙盪了个小秋千 那是什么的,又一个跳蜜架,马上吃了一顿啪啪啪 腾腾腾腾看来也是有点危险了,龙哥能不能打出一个漂亮的反三局呢 承成的皮鞭牵制,小孩有一个上弹当身 常常像他有当身技的,空中荡球间跟对方跳机下沙了 大家觉得第一把成龙能赢,刷个6,觉得小孩第一把能赢,刷一个9 恐龙博物馆,什么现在场对局来自于小孩荡身,就知道你要荡球间了 成龙再次几时凹了个大招,又一顿啪啪啪 打的小孩好难受 没跟上去,玛丽没跟上来 对面有圆柱,小孩准备上大招了 怕力也没可以取消,但是龙哥还有机会 他现在没有圆柱 小孩还有16秒的游戏时间 他有一个圆柱,还有这么多的水量 我去,还有7秒钟,怎么办 完了,活捉了 第一个屁,小孩获胜 给小孩点个办 认真度过每天 我还是好,欢迎大家聊的 欢迎这个游戏节奏直播间 那现在的对局来自于 刚才是确认失误了 大招每个上 那现在来自于成龙 对战小孩的第二分 这一把 我太好打了 对面有个车龙草二号 有个Tim 有个不知火舞 AB被车龙 用头地给他破解 再来看对局 来 头上两个丸子头的女性 叫做李香菲 李香菲 超必杀人 很久 看,用队的撕破 让这个小孩准备了 你猜? 李香菲 和��라 中文字捆备了 1个小孩 一小孩 一小孩 打开 其他的车游戏 这也行 哎,我去 烛箱 在外的玩的最好的一个版本 我现在还有最后一分血量,小孩这里能不能顶住 哈哈,这也行 哎,我去,成龙连续两个荡球千被小孩破掉了 好,克隆草二号,轰斧羊一断 他的轰斧羊是可以把对方推的 小孩在此,成龙杜勒陀 小弟,成龙叫两元柱,掩护自己 还是想用赵宗权压你像 完了 龙哥现在真的是不行了 感觉打啥都不行了 欢迎青菜的萝卜,欢迎小宝宝 欢迎小宝宝 今天晚上我欢迎大家的新闻个游戏解脱直播现场 本场主战来自于成龙的Kutanaki 嘿,小草红飞羊直接取消 龙哥的成龙象场也要被挂了 对方 还有这么多的血 好 完了 KP打着这个多的多 这个时候叫我这个圆柱有点 有点 有点 你们说有点啥 好 有点 我